大家好,我叫若欣,在Prodite的学生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叫《盲人摸象》 从前有几个盲人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大象 所以不知道大象到底有多大 一天,他们听说市场上有一头大象 于是决定一起去摸一窝大象 看一看大象到底有多大 胖盲人摸到大象的牙齿说 我知道了,大象就像一个大萝卜 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 他说大象一点也不大 只不过像把大扇子 你们说的都不对 大象根本是根大柱子 来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腿 因为他摸到了大象的腿 受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腿 你们都错了,大象像一面墙 几个盲人争执不休 都认为自己说的才对 大象的主人笑着说 你们都错了 你们摸到的只不过是大象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从头摸到的只不过是大象 就知道大象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于是几个盲人把大象从头摸到尾之后 就再也不争辩了 谢谢大家